中国大陆积电产品建筑口商会 今天表示 第115届春季广交会前4天 大陆积电产品累计成交124.9亿美元 较上年春交会同期下跌6.1% 澳门沙梨头菜市场 18日化验到H7亚型禽流感病毒 当局将次今天起 占尽当地活加仅买卖21天 中国大陆非法移民与越南边防远景 周五发生枪战 16名大陆移民试图非法入境越南边镇时被拘捕 等待遣返时 一部分人从越南边防警卫手中夺走武器 并开枪引发冲突 造成至少5名大陆人和2名越南边防远景身亡 曾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美国导演奥利弗什东 在北京官方主办的电影节上 批评中国的内容审查制 他说 大陆想和外国和拍片 却不愿面对如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纽视报道 奥利弗什东还谈到维族与西藏 但在电影节官网公布的实录中 却遭删除 新航亚开电视整理报道